旋转鸟笛立刻发出鸟叫声 游戏包里还有说明书 能学习鸟类知识 也能DIY自己涂装鸟笛 里面大概会快到50个东西 所以你每天做 几乎整个暑假也都过了 盒子打开磁力空气等主题实验 等着小朋友来玩 另一款DIY游戏盒 则是能自己刺绣出一个大脑 这些都是科学玩具品牌 近期热销的前三名 隔离或学校停课都是一周 接下来又含暑假 然后这样子时间都会太长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 可以有一个更有趣 或者是一次就把更多的东西 把它帮你们把它凑齐 小孩子停课在家 不少家长买动脑玩具 给小朋友打发时间 业者透露销量因此成长三成 还打算推出玩具防疫包 让家长一次买足 可能会考虑 也不能一直让他看电视 或者说像吸产品之类的 日式生活杂货店则主打手作 滚猪游戏训练小朋友 手眼协调 发挥想象力创造力 组成自己的滚猪游乐园 好不容易把一层楼搭起来 一个不注意倒了 只好得全部重来 大人玩难度也不低 考验专注力 手脑并用 还有看起来好疗愈的积木 也是热门品项之一 不管是要帮玩偶搭一个家 或者是跟着他去搭飞机 或者是要带他去野餐 统统都可以一手包办 比去年的一个期间 我们的成长 有将近三成以上的一个成长 居家防疫商机大 百货业者则打出疗愈牌 乱啪啪的史莱姆 捏在手里好舒压 能创造出大炮炮 还能做出大炮声 或是玩场丢炸弹游戏 业者透露近一个月业绩 跟去年相比成长六倍 居家防疫期间 情子相处时间变多 也意外带起玩具商机 TVBS新闻张宾如玉品杰特会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